南韓三星电子周二公布第三季财报 但表现不如预期 这间南韩科技巨波公司 营业利润约台币2365亿 比预期低约623.8亿 营收2.05兆台币 也未达预期的2.12兆 路透社引述麦格里分析师报告指出 三星晶片设计和代工业务 正努力和主导的龙头台积电竞争 财报不如预期 三星也罕见发声明向股东们道歉 而周二一早开盘 三星也在南韩交易的股票一度走低 三星在主要市场陷入困境 SK 海力市 奇亚汽车 现代汽车等等市值都下滑 导致南韩今年第三季股市陷入衰退 市值蒸发将近200兆韩元 约台币4.7兆 外界分析三星电子有可能会丢掉 DRAM的全球龙头宝座 另外受到中东局势影响 每股周一收跌 随着中东战争扩大 国际油价暴涨3%以上 英国时间周一 伦敦ICE期货交易所 12月交易的布兰特原油 收盘价为每头80.93美元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.7% TVB新闻走火报道